HSK六集阅读题 请选出有语病的一项 51 A 秋天是北京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B 它是一位有着三十多年教练的老教师 C 做一件事情只要开始行动就算获得了一半的成功 D 物园是属于南宋著名学者朱熹的顾礼 和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的家乡 52 A 天凉了您要穿多点衣服 B 老师的鼓励使他信心大增 C 昨天睡得很晚 所以第二天九点多我才醒来 D 为防止在野外活动中迷路 你必须掌握定位和侧向方法 53 A 在家人的照顾下 他很快恢复了健康 B 保持好的心情 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B 商业广告显然不同于公益广告 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 B 为了防止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有关部门及时完善了管理措施 A 权力没有制约 B 必然会产生腐败 B 不是每一种 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收获 但是每一次收获都需要努力 C 两个人在一起 遇到事至少可以商量商量一下 总比一个人好 D 我是电影评论专业的一名研究生 去年一年 我一共看了206部电影 A 东西方在饮食习惯上 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B 十八世纪以后 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才加快明显起来 C 经过几次搬迁之后 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南京定居下来了 D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 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56 A 有些电脑设计的很小巧 甚至可以放一个很薄的文件袋里 B 快乐有助于长寿 有助于增加食欲 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 C 草原上的天气变幻莫测 刚刚还是晴空万里 转眼间便乌云密布了 D 重新认识农业 开拓农业新的领域 已成为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57 A 时间能抚平心灵的伤痛 因此人们常说时间是最好的医生 B 能够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人物 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极好的机会 C 人们居住在地球上 是一块天然的大磁体 在南北两极有两个磁井 D 生活就像一场旅行 不在乎目的地 而在乎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 58 A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宋朝的时候 人们开始玩一种叫做促居的游戏 B 它很像现代的足球 B 骆驼最耐旱 它喝一次水后 可以几天几夜不喝水 行走如常 人们称之为沙漠之舟 C 父亲经常说 美术教育的目的是学生对每一种平凡的事物 都能有美的感触 都能欣赏到美 D 金子可能就埋在你的脚下 就在离你不远处 闪烁着诱人的光芒 关键在于 你有没有善于发现金子的眼光 59 A 人人都需要关爱 关爱能增进两个人的感情 拉近两个人的距离 但是这种关爱的前提是适度 B 人们在财务困境中挣扎的一个原因是 他们在学校里学习多年 却没有学到任何关于金钱方面的知识 C 1940年11月27日出生的李小龙 虽然不是最早进入好莱坞的华人 却是最早成为国际巨星的功夫演员 D 作为一名翻译工作者 一方面要努力学好外语 一方面要学好本民族语言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两者缺一不可 六十 A 人应该善待自己 善待自己的最好方法是善待别人 善待别人的最好方法是宽容别人 B 读了大半辈子书 倘若有人问我怎么选择一本书 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 快乐是基本标准 C 即将建成的水库 不仅能促进本地区工农业的发展 改善航运条件 而且还能起到防洪供水 调节气候的作用 D 大雨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 但人们都是把大雨 看作一个治水的英雄 实际上 大雨的最大功能是 他是中国第一个民族国家 夏王朝的奠基人 选词填空 61 高中生和初中生相比 在做出判断和决定前 能更多地考虑各种事实和可能性 预计行动的各种可能后果 决定一旦做出 也能更迅速地建出行动 62 电影的最大乐趣 在于营造出一个独具魅力的光影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不仅可以使人得到放松和娱乐 更可以有所感悟和回味 充分体会到电影是浓缩的人生这一特点 63 我们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心情 而不是让别人决定你的心情 要加强自己对别人坏情绪的免疫力 只有这样 才能每天拥有一份好心情 64 百菜百味的美誉 穿菜的这种独特的风格 也赢得国内外人们的青睐 许多人发出 实在中国 位在四川的赞叹 65 喜鹊 是自古以来 深受人们喜爱的鸟类 是好运 与福气的象征 喜鹊登眉 是中国话中 非常常见的 题材 它还经常出现在 中国传统诗歌对联中 此外 中国的民间 传说中 每年的栖息 人间所有的喜鹊 会飞上天河 搭起一座鹊桥 让分离的牛郎和织女相会 因而 中华文化中 鹊桥 常常成为男女情缘的象征 六十六 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热爱工作 只要工作需要 他们就会变换住处 甚至 变换生活的城市 所以 他们习惯搬家 六十七 大多数人 失败 并非由于他们 才智平庸 也不是因为 运气不好 而是由于 没有保持一种 健康的心态 才使得 才使得自己 最终无法触摸到 成功的终点线 与其说 他们是在与别人的竞争中 失利 不如说 他们败给自己 不成熟 不成熟的心态 六十八 天津剪纸 可谓历史悠久 兴起于 清朝光绪末年 后来 后在 不断汲取 和发扬 中国传统剪纸工艺的基础上 发展到今天 天津剪纸的艺术风格 制作方法 均有独到之处 它借鉴了 年画 瓷器 木雕 等图案的设计 注意外形刻画 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六十九 打哈欠 是人类的一种本能行为 非主观意志所能控制 当一个人受到劳累 睡意 等因素的刺激时 会引起相关分子 大量分泌 进而引起哈欠中枢 兴奋 随即向人体肌肉 发出指令 有关的肌肉 严格遵照指令 运动 于是 一个哈欠 诞生了 七十 孩子一旦 做错了事 总是会担心父母责备他 如果 正如他所想的那样 父母责备了他 孩子反而会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感觉 对批评和自己所犯的过错 也就不以为然了 相反 如果父母保持沉默 孩子的心里 反而会紧张 会感到不自在 进而反思自己的错误 选拥填空 选拥填空 一九四四年四月 一九一一年四月 利比里亚商人 哈桑在挪威 买了一万两千吨鲜鱼 运回利比里亚首府后 鱼过称 鱼近一下子少了四十七吨 哈桑回想购鱼时 她是亲眼看着过称的 一点也没少啊 归途中平平安安 无人动过鱼 那么这四十七吨鱼 上哪儿去了呢 哈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这桩起岸 终于大白于天下 原来是地球的重力 偷走了鱼 地球重力是指地球引力 与地球离心力的合力 地球的重力值 会随地球纬度的增加而增加 赤道处最小 两极最大 同一个物体 若在两极重一百九十公斤 拿到赤道 就会减少一公斤 挪威所处纬度高 靠近北极 利比利亚的纬度低 靠近赤道 地球的重力值也随之减少 哈桑的鱼丢失了分量 就是因为不同地区的重力 差异造成的 地球重力的地区差异 也为1980年墨西哥奥连连破多项世界纪录这一奇迹找到了答案 墨西哥城 墨西哥城在北尾不到20度 海拔2240米处 比一般城市远离地区 远离地心 多项世界纪录 1980年也因此成为奥运会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之一 墨西哥城市远离地区 造纸术和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的两项重要发明 造纸术为文明传承带来了新的载体 印刷术造就了文明传播的新媒介 他们对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世界文明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发明印刷术有着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与技术条件 纸和墨的应用是印刷术发明的基本前提 中国很早就已发现并使用墨 秦晚期已有调制成型的墨丸 汉代已使用松烟中的碳墨质墨 碳黑质墨 南北朝时期 中国已掌握了成熟的质墨技术 成作为纸的发明国 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 中国的造纸术就经历了辉煌的发展历程 西汉时期 中国已发明了纸 公元105年 东汉蔡伦总结前人经验 改进造纸工艺 使用废旧麻料 树皮等作为造纸原料 开辟了后代皮纸 皮纸制造技术的先河 实现了造纸技术史上的重要突破 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 至逐渐普及到人类生活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国纸张的使用 进入转折时期 公元404年 东晋陶族 环旋 颁布遗址代简令 终止了简读书写的历史 中国纸终于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人们选用麻 藤 树皮 竹等 作为造纸原料 使纸张变得物美价廉 造纸术的发明 带来了书写材料的根本性变革 更为印刷术术的发明 提供了重要的成印材料 对不起 80题的答案是 E E 请选出正确答案 每次坐长途汽车 我总是希望和美女同坐 但是每次都会失望 这次也一样 一个提着大包小包的老太太 坐在了我的旁边 她要去上海 儿子请她过去帮忙做饭 她不会讲普通话 可十分健谈 不断地问我十万个为什么 我也尽可能陪她聊天 快到上海了 老太太不安地问我 我在北站下车 你到哪个站 我安慰她 我和她在同一站下车 我会带她下车的 我突然想 下车后 她怎么与儿子联系 我再次关切地问她 您有您儿子的电话吗 她赶紧拿出儿子的手机号码 我拨通了她儿子的电话 让我惊奇的是 我手机上 我手机上 马上显示出一个前几天 刚加上的名字 我工程的项目经理 这真是太奇妙了 老太太的儿子 居然就是我要找的人 而且是我需要她帮忙的人 下车的时候 老太太拖住我 一定要她儿子感谢我 感谢我这个好心人 几天后 我去找这个项目经理 在她办公室 我抬头一看 她抬头一看是我 愣了一下 发现我就是一路照顾 她妈妈的好心人 在赶开世界真小之后 她爽快地在工程合作单上 签了字 原来我的运气一点也不坏 这个老太太虽然不是美人 但却是我的幸运女神 我来的全家服务 我来的工程合作 我来的工程合作 我去哪里 这个老太太 并这一句事 我给你来的工程跟鸟 还没有 一只端 我们就отк号 下班 下班 三多次 我悔 81.根据第一段 我经常失望是因为 D.没有和美女做一起 82.第二段中 话现词语,箭谈的意思 最可能是 C.喜欢说话 83.在车上 我对什么感到惊奇 D.老太太的儿子 是我要找的人 84.我得到了那个工程 主要是因为 D.我帮助了项目经理的妈妈 一天 一只老狐狸 无意间经过一个被围墙围住的葡萄园 凭着经验 他闻出了这个园子里的葡萄 是自己从未吃过的极品 这只老狐狸 曾吃过无数种好葡萄 他曾向自己的同伴吹嘘过 这世上 还不曾有我没吃过的葡萄呢 面对这一员自己没有品尝过的葡萄 他的食欲和好胜心都被挑逗起来 他对自己说 吃不到葡萄 说葡萄酸的狐狸 就像不想当元帅的士兵 是最没出息 于是他发誓 一定要吃到这里的葡萄 可当他在四周转了两圈之后才发现 围墙太高 他跳不上去 又经过一番搜索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 可以进入葡萄园的小洞 可是这个洞口太小 他无法通过 思索片刻 他做出一个决定 绝食减肥 经过三天绝食 这只老狐狸真的瘦了下来 他可以进入葡萄园了 如他所料 这里的葡萄 是迄今为止 他所吃过的最好的 于是 他放开肚子 整整吃了三天 这时 问题出现了 由于吃了太多葡萄 他又胖了 无法 无法再从那个小洞出去 无奈 他只好再次绝食 这次比上次花的时间 还多一天 等身体终于变得和刚进来时一样瘦小 他又从那个小洞 钻了出去 回来后 他把这次经历 告诉了另外两只狐狸 并问他们 这事做得值不值 其中一只说 你胖了多少 又瘦了多少 等于什么都没吃 还冒着性命之忧 当然不值 另一只则说 虽然 你担了不少风险 但你吃到了 从未吃过的葡萄 当然值 85 根据前三段可以知道 老狐狸 C 吃过很多种葡萄 86 那只老狐狸是怎么进入葡萄园的 C 从小洞 从小洞里钻进去 87 那只老狐狸回来时 B 很瘦 88 另外两只老狐狸 C 有不同的看法 悬空寺 位于 北越恒山脚下的金龙峡 据大同市 约80公里 据说 是北魏时 一位叫 一位叫了然的和尚 所建 距今已有 1400多年的历史 这里 山式陡峭 两边是直立白米 如同 腹劈 刀销一般的悬崖 悬空寺 就 建在 这悬崖上 或者说 像是 粘贴在悬崖上似的 给人一种 渴望 而不可及的感觉 抬头望上去 但见 层层叠叠的 电格 只有 十数根 像筷子似的 木桩子 把它撑住 俗话说 平地起高楼 可是 悬空寺 却 反其道 而行之 虽然 悬空寺 给人的第一印象是 一栋 微楼 但 出于好奇 和探险的冲动 谁都愿意 鼓起勇气 踏入寺门 踏上 那连接 电雨的走廊 人们会 不约而同地 提起脚跟 屏住呼吸 小心翼翼地 踩在木板上 好像 走在 刚结了冰的 河面上 生怕脚重 似塌下来 这里有个错别字 渴望而不可及 及 不是这个及 是及时的及 大家可以查一下 侧身探头 向外 仰望 但见 凌空的走廊 只有 树条 立木 和横木 支撑着 这些横木 又叫做 铁扁丹 是用当地的特产 铁山木 加工成为 方形的木梁 深深插进 岩石里去 据说木梁 用铜油 禁锅 所以 不怕被白蚁咬 还有防腐作用 其实 悬空寺 之所以 能够悬空 除了借助 铁扁丹之力外 柱子 也立下了汉马功劳 这些柱子 每个落点 都经过 精心计算 以保证 能把整座 悬空寺 支撑起来 据说 有的木桩 起承重作用 有的是用来 平衡 阁楼的高低 有的 要有一定重量 加在上面 才能够 发挥 它的支撑作用 如果空无一物 它就 无所借力 而身不由己了 全空寺 在建寺时 因地之一 充分利用 峭壁的自然状态 来布置和建造 寺庙的各部分建筑 设计非常精巧 比如 寺中两座 最大的建筑物之一的 三观殿 就应用了 像岩壁 要空间的道理 殿前面 是木制的房子 后面 则在岩壁上 挖了很多石窟 石殿堂 变得非常开阔 全空寺的其他殿堂 那都小巧玲珑 近身都较小 殿内的塑像 形体 也相对缩小 八十九 第二段中的 反其道而行之 是指 玄空寺 答案B 建在悬崖上 九十 根据上文 铁扁单 答案D 是用铁山木 加工而成 九十一 关于 玄空寺 下链 哪项正确 九十一 A 部分 建于 建于 岩壁内 九十二 上文 主要讲了 玄空寺的 A 建筑特点 中国 中国最早的点心 已不可考 但 至迟 在 2500年前的 储词里 已有记载 储词招魂中 记录了 从主食 到菜肴 以及 精美点心 酒水饮料 等二十多个品种的 储地名词 从一些诗歌 或历代生活 记录中得知 今日的点心 大部分 是由古时的小吃 渐渐演变 不断改进而来的 不过 当时所用的名称 并不是现代人 所熟悉的一套 点心的蓬勃发展 点心的蓬勃发展时期 则是从上世纪 二十年代初 才真正开始的 当时 满清后人 不用工作 终日 在饮食场所 打发时光 致使 酒楼 茶馆数目激增 各大茶馆酒楼 纷纷 争其逗抢 推出不同花样的点心 吸引顾客 使得当时的饮食 极其繁复精致 点心 虽然不是广东人发明的 却是由广东人 发扬光大 并传往世界各地的 从清代同志年间开始 广东商人 便喜欢聚到茶楼 一边谈生意 一边品尝 一中两件 一碗茶和两样点心 这被称为饮茶 广州的二厘馆 即美味二厘前 茶楼清末就已存在 这种茶馆 一般用粗制绿柚壶泡茶 还供应松糕 等价廉雾美的茶点 广东人对点心 有着特殊的感情 就算是到大酒楼吃盛宴 最后都会用集中点心 作为漂亮的闭幕曲 四川人 别讲究茶饮 多以吃清茶为主 茶食不多 喜欢在茶馆东拉西扯的 百龙门镇 在人来人往的茶馆中 一边品 饮盖碗茶 饮盖碗茶 一边随心所欲的闲聊 同时吃着点心 看着曲艺表演 享受那份悠然 闲散和漫不经心 实在是人生乐事 江南人 也有上茶楼吃点心 和朋友小聚的风俗 汪曾琪在故人往事中说 白酒请客过于隆重 吃早茶则较为简便 所费不多 朋友小聚 恰谈生意 大都是上茶馆 建货 也有为了房地 纠纷到茶馆来 说是的 建货也有为了房地 纠纷到茶馆来 说是的 有人聚中调解 有人明辨是非 被称为吃蒋茶 如此看来 江南的这一习俗 与广东人的饮茶 实在非常接近 九十三 四川人去茶馆主要做什么 B 打发时光 94 根据上文 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点心至少已有2500年的历史 95 喜欢在宴席最后安排写点心的事 B 广东人 96 最适合做上文标题的是 D 画样繁多的点心习俗 齐白石 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画家 白石老人 以画虾闻名 他画的虾 通体透明 富有动感 在他的笔下 一只只空灵通透的虾 悦然于纸上 虾 是在水中浮游的 活泼玲珑的小生灵 白石老人 却只用 聊不聊树笔 赋予了他们 无尽的朝起 与生命令 据说 齐白石一开始画的虾 太重写真 形似 而神不足 后来 他意识到了 他意识到了 山凡旧简的三丘树 画的虾越来越简练 以简练的笔墨 表现出表现最丰富的内容 却越发有神 以少甚多 获得了成功 这其中 将虾的后腿 由开始的十只 减为八只 再到后来的六只 虾眼 也由原来的两点 变成两横笔 关键的是 在对头 胸部位的处理上 又加了一笔浓墨 更显出 虾躯干的透明 由此 我们看到 齐白石 并不是 以非常精确的手法 描绘具体物像 他的观察点 和绘画手法 实际于似与不似之间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细细数来 我们可以发现 从旧石器时代 出现的洞窟壁画 彩陶纹等 以来 艺术形式 往往都以 纯感性的形象出现 模糊 而又简单 是这一时期艺术的特点 随着生产力的逐渐提高 绘画渐渐从生产劳动中 分离开来 人们开始有了理性的认识 有了独立的理论 在审美标准上 要求做到形式 逐渐要求描绘形象 逼真 明晰 也就是说 要精确 不要模糊 古人说 狗马最难 鬼魅最异 因为狗马是人们常见的 一定要画像 不像 就不好 而鬼魅 没有形 当然 最容易了 这其实反映出 这其实反映出的 是当时人们 崇尚精确的 审美观 而东晋的 顾凯之 也曾提出 以形 血 神的理论 到了宋徽宗 到了宋徽宗时代 因宋徽宗 崇尚行思 追求细节的真实 所谓 怨体化的 壮行之风 甚甚 如 崔白的 寒雀图 李松的 花蓝图等 都体现了 精确的审美观 反映了当时 绘画 创作上的 一种时尚 而从南宋开始 这种时尚 渐渐褪去 却而代之的是一种 诗情画意的描绘 画幅虽小 却富有诗意 如 南宋四大家之一 马远的作品 《寒江独调图》 把千山鸟飞绝 万经人宗灭 孤舟梭立翁 不掉寒江雪的郁镜 描绘得淋漓尽致 一夜偏周 一个老翁 坐在小舟上垂吊 画上出了这一笔 这一处笔墨 其余都是空白 这些空白 不是真正的空白 而是水 或是水天相接 既白已当黑 这就是画的妙处 这一笔 是水天相接 这一笔 是水天相接 水天相接 97 齐白石后期画的虾 第 头 胸 加了一笔浓墨 98 齐白石后期作品的特点是 第 介于似与不似之间 99 根据上下文 下列哪项正确 b 狗马难画是因为要求刑事 100 关于寒浆不调图下列哪项正确 c 有诗情画意 谢谢大家的观看 时间 stepping いる 所有也要忽视 漫长后期 混击 暗门